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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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了一早, 看看有什麼事離開佛山 你真聰明, 有人撐腰了 現在都打破了東西 李宗盛 你不賣身, 什麼時候才有錢還給我 燕姐, 我說是賣額不賣身 你竟然用那些骯髒手段落藥迷我 實在太過分了 阿姐, 我們報官抓他 我只是為大家好 你說, 你來了我們宴春台多少年 李宗盛, 我什麼時候有虧待過你 有吃有住 我還給你養了個弟弟 我打算你欠我這麼多錢 如果不賣身的, 什麼時候才能還得清 李宗盛 現在你年紀都不小了 再過幾年, 到時候你人老豬王 就算你要賣, 也沒人賣 你說, 你欠我的筆, 怎麼還 我欠你的, 我一定會還給你 如果你再這樣害我 到時候我死給你看 到時候只剩一拍兩散 阿桂, 我們回房間 你…你什麼態度 一個二哥, 回房間換衣服 氣死我 姨姊, 不要下去… 阿姐 那個年輕人為什麼會追你入面春台 我怎麼知道她發什麼神經 你是不是又偷人家 沒有…阿姐, 我真的沒有 你別聽她胡說 你又在說謊, 阿姐有分臭大理 你說謊, 我不懂得分嗎 不然剛才那個年輕人進來救我 我怕車子 總之, 阿姐見過很多人 我還懂得分什麼好, 什麼臭 如果你真的沒做的話 為什麼人家會追你追進演春台 桂蘭 雖然我跟你不是親生姊妹 但是自從爹娘收款了你之後 我一直把你是親生姊妹一樣 爹娘死了之後, 我跟你就相依為命 如今你學得這麼快 你叫我怎麼向全下爹娘交代 阿姐, 我就知道爹娘早死了 所以你一直要照顧我 才被迫慢身下來清留 我這樣做 只是想快點找多點錢幫你贖身 但是你不用偷東西 我要你女扮男裝 一來不想你走我的路 二來是想保護你 阿姐, 我想不到你會學得這麼快 阿姐, 你別哭了 你別這樣, 碰我 對不起, 阿姐 阿姐 對不起, 你別不理睬我 你不理睬我, 不管我很可憐 總之這樣, 我扭耳朵了 再不然你打我 要是這樣, 我明天我女最喜歡吃的 狗肌叉酥巴給你, 好美味 阿哥 老是有弄鬼弄罵 你把樣子弄醜, 忍著沒人要 我沒人要不要緊 阿姐, 你要我就行了 我想過了, 我這輩子都要陪著阿姐 不用你一輩子陪我 我只是不想你走差踏錯 你快點答應我 你以後不准再偷東西 阿姐, 我答應你 我以後不再偷東西, 不再激你 先聽著 小師兄, 你剛才到佛山 這麼快就要走? 沒辦法, 誰叫我激了阿爹 你也是路見不平的 飛鴻, 出手幫人沒有不對 你別經常怪責自己 那真的是我不對 對嗎?更何況, 爹一向不喜歡我這麼衝動 小師兄, 不如我和阿哥去勸師傅 或許你不會這麼廢走 沒用的, 爹皮勝我最清楚 他決定了的事, 一向不會改 但你沒試過又怎知道 師傅當年很疼我 或許我去勸他 是呀 小婷, 你去到有什麼用 你去到就只會令飛鴻難做 飛鴻, 雖然我們在佛山相聚的時間不多 但大師兄能夠見到你 我真的很開心 我也是 對, 或者將來我們有機會再見 但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除了爹之外 你們倆就是我最親的人 我一定會回來見你們 小師兄 飛鴻, 無論如何 我永遠都當你是我的好弟弟 我也是 我永遠都會當大師兄你是我的好哥哥 黃師傅 你是… 我是玉如, 昨晚在演春和我們見過 玉如姑娘, 不知道有什麼事 玉如, 你是想多謝凌朗黃飛鴻 對不起, 我要趕去買船飛 黃師傅, 你要離開嗎 或者你一邊走一邊聽我的解釋 玉如不想因為昨晚的事 令你誤會凌朗 玉如不想阻礙時間 或者我們邊走邊趕 好啊 那個不是演春台的姑娘 那個鐵帶佬怎麼會和她在一起呢 真是該會了 昨晚如果不是得到令朗出手相救 玉如恐怕難保清白 原來如此, 玉如姑娘能夠出於污泥而不染 實在令錯下佩服 玉如命薄, 才淪落於煙花之地 弟亦知念此 今天能夠向黃師傅你說出一切 只是希望黃師傅你不要錯怪玉朗 我明白了 玉朗身手不凡 而且有仗義的胸襟 真是十分難得 相信是黃師傅教導有方 玉如姑娘你過獎 對了, 玉如姑娘 你的手受了傷 不如去我那裡我替你敷藥 不用了, 小月師姐 我還是不妨王師傅, 再見 再見 你是不是要買船去廣州? 飛鴻 媽媽 你收拾好東西了? 收拾好了 也不明白你爹怎麼想 住得好好的, 又說要走 別不開心了, 你有朋友來找你 朋友? 快出去看他們 真可憐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不用跟著他爹在外面流離浪蕩 小婷 小師兄 我專程拿了東西來 替你提早過中秋 我已經很久沒玩過燈爐了 老爸, 玩燈爐也不預賣我的飛鴻 你又會來的, 世榮 當然來了 本來你明天替你慶祝中秋 你明天就走了, 就今天來 上面替你戰行吧 謝謝, 別客氣了 你好, 我叫小婷 你好, 林世榮, 賣豬肉 小師兄, 我真的很不捨得你走 你可不可以不走嗎 是呀, 飛鴻 我也很不捨得你們 你…或者遲些有機會回來 爹 黃師傅 黃師傅 你們來了嗎? 是呀 你繼續聊 爹, 我媽去煮飯 我知道了 是呀 不如我們玩燈爐吧 好呀 好呀 來呀, 玩呀… 黃媽 不知道是甚麼人 說走就走 弄得過時過節 吃一頓飯也不安心 姐夫, 回來了 你買了船票嗎? 明天有船開去廣宗 其實你帶著飛鴻流離浪蕩了這麼久 你不累嗎? 難得回到佛山 我想飛鴻也很想留下來 不如別走 二小姐 這種人表面上大人大意教兒子 其實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假仁假義, 無情無義 他怎麼會為兒子想的? 娥媽, 你又說甚麼? 我說甚麼? 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讓開 別介意, 娥媽是這樣的 有那句說那句 她還是捨不得飛鴻而已 你不用勸我了, 我船票也買到了 姐夫… 二小姐, 吃飯了 但爹還沒出來 不用等他了 他也沒把這裡當是自己的家 用不著等, 吃飯吧 不行, 我進去叫他 爹, 吃飯了 表婷, 坐下 娥媽, 今晚做事, 一起吃 來吧, 來 爹吃飯, 大家吃飯 吃飯… 各位吃飯 飛鴻, 吃一塊雞, 拜個神 謝謝, 媽 怎麼不吃?修榮 平時過時過節 我也是孤零零一個人吃飯 這次這麼熱鬧, 這麼多人 其實應該開心 明天你又要走了 你說我應該開心還是不開心? 開心, 當然開心 今天這麼難得, 這麼熱鬧吃飯 有爹陪我, 有寶姨媽陪我 還有兩個陪我 當然值得開心 來, 吃飯吧 吃飯… 師父, 我求你們不要走 對我來說, 你們倆好像我家人一樣 我們沒見那麼久了, 等得見回 但是你又說要走了 我真的很捨不得 那些人都沒有人情味 你不要求他了 人家連船票都買了 師父 明天有船離開法山 已經決定了, 別再說了 姐夫, 我真的忍不住 你經常說你決定了… 你有沒有問過飛鴻想不想走? 我是他爹 我說去哪裡, 他就要去哪裡 你是爹又怎麼樣? 飛鴻也是人, 他也有人權 他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 你有沒有問過他, 他心裡怎麼想? 好嗎? 好, 飛鴻, 你自己說 你跟不跟爹走? 飛鴻, 你不用怕 你的心裡怎麼想, 儘管說出來 爹, 你去哪裡, 我都去跟著你 但是這次我真的不想走 其實, 我真的很不明白 為甚麼這幾年都要到處去 我更不明白 為甚麼你這麼不喜歡回到佛山 這次回來, 見到我媽媽 見到寶姨, 都已經是大師兄 還認識了一個這麼好的朋友 我真的很捨不得 我想有回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爹, 我有很多事都不明白 但我知道你不喜歡 所以我不敢說, 亦不敢問 但我就想告訴你 我想安定下來, 我想有自己的家 聽到了, 兒子也想留下來 在這裡, 我媽媽最看不過眼 就是那些人假情假義 那時候就罵兒子去妓院 那時候自己和妓女在一起 媽媽, 你說姐夫她… 我親眼看到她和現春台的妓女在一起 你敢不承認嗎 沒錯, 我是和現春台的妓女見過面 但絕對不是你所想的 姐夫, 我們沒權干涉你和甚麼人在一起 但如果你做得不對, 連兒子也不用聽你說 要不然就變成中國人所說的余孝 甚麼中國人不是中國人 你要記住你自己也是中國人 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事 不然當人家爹那個無情無義 飛鴻, 你就留在這裡, 不要走 爹 不用說, 如果你還認我這個爹 明天就跟我走 阿芝, 記得以前 你很喜歡看著兒子睡覺 你經常說 不知道兒子將來有多高大 那樣子會變成怎樣 飛鴻今年十九歲, 比我高 那樣子就很像你 但是那些皮靜就很像我 坐牆腐躍, 浩打不平 有個之而無不及 但是你放心, 他也算是好生性 本來我也是想著留在佛山內一點 但是這幾天, 遇到嘯天 嘯天對我的誤會還是好心 我怕留在這裡會有很多麻煩 不過你不用擔心 無論發生什麼事也好 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飛鴻 阿芝, 阿芝, 你有沒有見過爹 什麼事?你爹叫你在這裡等他 我也不知道, 爹說船神事就開 但現在就是神事 我怕爹自己坐船走不理我 那更好, 你不是很想留在這裡嗎 不行, 這是不孝 我去找爹 飛鴻 飛鴻 你真的還在這裡? 你們怎麼會來? 還好說, 打算是盜頭送你船 又不見你, 只見到小婷 就帶他來找你 那你盜頭有沒有見到爹? 沒有 沒有, 師父不是跟你一起走嗎? 今早他出去之後 都沒見過人, 我怕他不理我 我不跟你說, 我先找爹 爹, 你去哪裡?阿芝, 不開了 我已經把一張票送給更加需要的人 我們不走了? 你很想走嗎? 不是… 小師兄, 你不用走了 是呀… 飛鴻, 恭喜你 你們不用開心事 我有條件 如果一個月之內你再跟人打架 我們就馬上走 行, 只要來這裡什麼都行 媽媽, 看來又要麻煩你再做一次節 不麻煩… 公爺, 喝茶 謝謝 真是開心 今天中秋可以大家一起過節 對了, 飛鴻 河邊有個花燈大會 可以坐船上穴 不如大家一起去, 開心點 好, 我很久沒有在佛山做節 還要這麼熱鬧 爹, 不如我們一起去吧 既然大家都很開心, 一起去 真開心 想不到可以一起做節 我知道 小婷, 不如你們… 你也一起去吧 我先回去問問哥哥 好 好 小婷 哥哥, 你怎麼這麼遲 這麼心急, 怕月亮走出去嗎 算了, 不如我們上船上月 快點, 要不然我們趕不及了 快點, 走吧 小婷, 阿師兄 小師兄, 甚麼你都來上月? 這麼巧 哥哥, 我們上去吧 阿師兄, 真是巧了 原來你是小婷的阿哥 我是飛鴻的阿姨 你好 有這麼多人跟我過節 真是開心 有人奉煙花 買煙花燒了, 好… 我們去吧, 好… 我以為你離開了佛山 想不到你還有臉留下 我也想不到當年的事 你依然這麼解懷 我更想不到 滿口仁義道德的黃麒英 原來是一個魏君寺 我告訴你, 當年的事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我知道你對我的誤會 一時之間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我這次留在佛山 只不過想嚴飛鴻的心意 不想跟你有任何衝突 我最讓你無論如何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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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沒試過這麼熱鬧過中秋節 在花旗國那邊 過年過節一點氣氛都沒有 我和飛鴻都很久沒這麼過節了 那你決定留下, 是不是對嗎 姐夫, 你既然也不走落 有什麼打算 我是一個鐵打醫師 我打算在佛山重開醫館 那也對 不如就在家裡開吧 我也買回家也回來了 那怎麼辦呢? 家屋現在是你的嘛 我和飛鴻在這裡住已經打擾了 開醫館不行 你別客氣了, 我們是自己人 我遲些要找一間店舖開醫館 對了 這張銀票你收了嗎 幹嘛無緣無故付錢 我和飛鴻在你那裡 難道白吃白住嗎 這些錢就當作租和伙食 姐夫, 不用每樣都這麼清楚 如果你不收的話 我們就不會在這裡住 對了, 你怎麼會一個人回來佛山 坦白說 我這次回來是為了逃婚 逃婚? 我不滿意爹娘安排我嫁一個我不喜歡的人 其實我已經有自己喜歡的男人 除了他, 我不會嫁給別人 那怎麼行?婚姻大事 一向都是父母之名, 如卓之言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那你和姐姐就是自由戀愛 我想和姐姐這樣等自己喜歡的人 對了, 姐夫 你和戴少天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你別告訴我沒事 我還看得出 你們倆剛才不想掃大家慶 我和她有一點誤會 誤會?誤會是誤會這麼簡單吧 以前的事不想再提 但是… 晚了, 回去睡 你還在這裡幹什麼? 我找回我爹留給我本拳簿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本拳簿被阿九偷了 你再在這裡找也沒用 阿九根本不在 你喜歡說什麼都行 你想我說, 你才相信我? 爹已經信錯了你, 還要我信你? 我小時候說要等到大哥 到大哥那裡說本拳簿不見了 卑鄙, 編紙, 說夠了 小婷, 多帶你走 可惜阿哥一下船就趕著回去 要不然我們可以像以前那樣 一起上月 小婷, 其實阿飛鴻會留在佛山 小婷, 遲些大發機會 那倒是 對了, 小師兄, 你這次很聰明 弄得這麼漂亮的花燈 幸好, 我之前在廣州聽過的文 所以讀萬卷書就不如走萬里路 何止萬里 我想大江南花, 我也差不多走運了 不過也好, 現在終於可以留下了 走… 小心… 潘少爺, 你沒事吧? 小心點, 小心點 小心點 撞死你了 潘少爺, 你沒事吧? 小心點, 小心點 撞死你們了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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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 小婷 沒事 小婷, 誰來的? 她叫梁寬 在這裡富商良才獨生子 出了名敗家兒子 快點, 讓開 快一點 你就是梁寬嗎? 沒錯, 我是梁寬 有什麼事? 就是你今早打傷我們師弟 我們要向你挑戰 挑戰?你知不知道 因為潘少爺打一遍佩山無敵手 沒死過 梁寬, 我不信你一個 可以打敗我們這麼多人 上 想打贏我? 多學幾點功夫 少爺, 你真厲害 學不夠一句功夫 再打敗他們 真是沒有出街的奇才 你們知道嗎? 是 爹娘, 老爺夫 老爺, 回來了? 娘很餓, 能吃飯沒有? 吃得了, 等你而已 坐吧… 阿鳳, 開飯… 開飯… 知道 阿歡, 今天中秋節 娘特地做了一道你喜歡吃的八年 真的? 讓我馬上嘗嘗 好, 吃得了 好, 吃得了 金蟹, 怎麼吃? 是嗎? 不夠身了, 別吃… 別吃了… 吃天狗次 我找人選過了 整條筷子這麼粗 還有, 上湯用金華火腿 和老吉牙都整天了 不會的 試吧… 別說了 淡了, 倒了, 馬上倒了 快點 倒了… 倒了… 怎麼可以吃這種東西來代薄自己 但我明天找人去買 更好的東西包心切回來 你們的客人一個二個都是 把這些東西都拿起來 別生氣阿歡 中秋節嘛 一家人吃飯要開開心心 吃雞吧… 對了, 爹娘, 你知道嗎? 我剛才一個打六個 三個功夫打贏了他們, 多厲害 真的這樣, 兒子 對, 真聰明 真聰明 我什麼時候都說的 阿歡是練武的好材料的 當然… 用不著說 是我爹娘 我之前不是叫你們 幫我找師父回來的 玩得怎麼樣? 放了一聲氣 拍攝過兩三天就來了 是… 話說回來, 阿歡 你玩練功夫玩了一個多月 不怕嗎? 我買給你那輛雙輪車 玩得怎麼樣? 我練功夫很認真的 我不是玩玩一下 再說那個師父 交來交去都是那三兩招 這樣, 多出點錢 我怕你找得比較好 如果是要的… 要的… 先聽著 這些不好吃 老爺夫人, 我有事要出來處理一下 這裡沒事了, 你就搞你的事 蘇哥 我們的戲都做得不錯 放心 我是老爺不會走的 但是我告訴你們 千萬不要讓潘少爺知道 你們特地輸給他 要不然後果知道 知道… 還不是有人跟班 怎麼會反班 我告訴你們 我不是跟班 我是潘少爺的私人助理 爹, 今早看了幾間了 真的沒間嗎? 今早看那些 要不就租貴 要不就地方不好 就這樣 看這些不急得 再看幾間 對了, 我見過燕春堂 用魚姑娘 用魚姑娘都告訴我 說你救了她 還要我代她謝謝你 你這樣做是很對的 但是你一定要記住 救人是對的 但是一定要看當時的環境 不可以太衝動 明白嗎? 明白 我答應過姐姐不再偷東西 我以後不可以再偷了 大叔, 有點東西 謝謝… 謝謝 對不起, 阿婆, 你沒事嗎? 怎麼沒事? 你欺負我這個阿婆 你這樣撞過來 我這副老骨頭 隨時被你撞散 我不是跟你說了對不起嗎? 對不起, 大叔 你是明欺負我這個阿婆 我告訴你 從來只有我欺負人 沒有人敢欺負我 誰有空欺負你, 阿婆 別… 你撞完人了 說走就走, 沒那麼容易 那你想怎樣?阿婆 付錢 我要我看大夫 看看你有沒有撞到我內傷 不是撞一下就撞到我內傷吧 否則我和你道歉 還有你現在無處無難, 賠什麼賠 什麼?賠湯藥, 賠錢 你別以為我三妹很欺負 這裡沒有人敢欺負我 賠錢, 賠湯藥 付錢… 付錢… 放手… 付錢… 阿婆… 阿婆, 你出來幹什麼? 阿婆, 想做駕釀嗎? 阿婆 沒有, 選堅, 堅仔, 你的孫子 阿堅… 阿媽, 你出來幹什麼? 我要煮你最喜歡吃的 薑蔥麥鯉魚 那我就要去街市買 行了…薑蔥和鯉魚等我買 阿東、阿俠 是 安全護送我, 阿婆回家 知道 三妹姐走了 三妹姐, 回家 她們回家了 快點回來 行了…先走了 好… 回家了嗎? 阿堅哥 鯉魚, 拿鯉魚 家仁堅, 昨天那隻雞還沒付錢 什麼?問我拿錢? 快點, 我阿婆來保通, 保身 你幹什麼?我問你幹什麼? 你答應過你爹不立刻出手打架 誰說打架?嚇著他 家仁堅 家仁… 你在那裡蝦蝦蝦蝦拿著帳 什麼?買菜不行嗎? 你買菜會付錢? 小伯, 不付錢嗎? 不付錢就走吧 否則一家鯉魚打死你 你怎麼說在燕春堂給點藥人? 差點忘了, 先走了 好… 堅哥 救命… 救命… 別走… 別走… 做完氣了, 走 黃飛鴻 黃飛鴻, 怎麼這麼巧? 你想怎麼樣? 聽說有人不能出手, 不能打架 那就過來看看吧 不行, 我答應過爹不可以打架 不可以出手 幹什麼不還手? 你不是很好打嗎? 黃飛鴻, 還手吧, 黃飛鴻 你怎麼不還手? 還手吧, 黃飛鴻 大力一點 你不還手, 你怎麼打得開心? 大力一點, 快點… 黃飛鴻… 黃飛鴻, 黃飛鴻, 黃飛鴻 黃飛鴻, 哪裡火捉? 別變了, 外面火捉, 快走 快走… 算了, 走 沒事吧? 沒事 死了沒有? 扶你了 扶你了 很重 你沒事吧, 還可以走還 沒事, 爹叫我拿給你姐姐 用酒開來敷 我扶你回去 我先走了 賤家, 總之不幫你 什麼? 你幹什麼? 房子 你怎麼搞成這樣? 被爹看到你這樣就糟了 不可以讓爹知道 姑爺 快走 你們幹什麼? 買一塊新衣料嗎? 對, 二小姐買了, 回來的 是我買的 對了, 飛鴻回來沒有? 還沒 你說她這麼晚去了哪裡? 可能去小亭道 走 走了 那個家人真的這麼壞? 依我說, 最壞都是那個鐵打佬 無緣無故搞什麼弱法三將 搞得飛鴻任人打 飛鴻, 你也是 被人打成這樣, 你也不還手 我打算在佛山上繼續陪你們 怎麼想到溫情的代價這麼高 不過這樣, 我一點也沒有後悔 不行, 我要跟你爹說 叫他解除協定 寶姨…千萬不要 讓爹知道他一定會叫走 我媽媽, 你也是 你們要幫我保守秘密 飛鴻, 你在房間 飛鴻 爹 你又在外面撩士特飛和人打架? 沒有, 爹, 我沒有和你撩士特飛 不過剛才在街上遇到多少流氓 找我尋售 我答應過你不和人打架 就被人打成這樣 一天都是你, 姐夫 弄了什麼規矩? 連飛鴻受傷了 跟我出來 我還沒死, 不用跪我 躲在這裡 被人打在哪裡? 又會任人打? 我答應過你, 爹 我剛才真的沒還手, 沒打架 你平時不是到處撩士鬥飛 又怎麼會被人打? 爹, 爹 爹說過不准你和人打架 沒說過被人打的時候不准反抗 被人打就要懂得保護自己 我答應過你娘, 說要保護你 你這樣我怎麼對得起你娘呢? 痛不痛? 不痛 是呀, 父子有傾有說才對 姐夫, 喝茶 放在這裡 我好, 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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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快 我好, 請你 來吧 停… 停了…不用打了 阿本有什麼事? 打了,快進去 爹,這是什麼師父?全都是賣藝 我要爹,你激跡中的 阿蘇,給風利是打發他們,走吧 過來… 走吧… 阿本,這些不容易不要緊 外面還有大巴等,叫他進來 不要了… 阿蘇 來… 你給我出去外面 看看哪個三尖八個銀銀纏的 連你也看他不順眼 你給風利是打發他,走吧 知道,少爺 還有… 誰不是出名門的,都叫他走吧 剩下才走進來 知道,少爺 少爺,經過我一輪嚴格挑選之後 剩下這兩個了 好,你們兩個打給我看 誰打得好,我請誰 好 走 你們走吧…起來 師父的武功果然厲害 我請你 知大,你要把你認識的武功全都教我 放心吧,只要你好好跟我學兩個月 包括連廣東十虎都不夠你打 真的? 知大,現在全佛山,誰最好打? 目前佛山 武功最高的應該是廣東十虎之一的 黃麒英 黃麒英真是這麼好打? 叫黃麒英出來,我梁寬要挑戰他 你就是那個鼎鼎大名的梁寬 我聽過你的名字 我是打遍佛山無敵手的梁寬 不是…我只聽到別人 就叫你是佛山敗家仔梁寬 你說什麼?老乾婆 你…你叫我什麼? 老乾婆 你說話怎麼可以這麼沒禮貌? 我說話一向都是這樣的 總之你快點叫黃麒英出來 你有沒有有囚犯的?我爹不在這裡? 死吧 你爹不在這裡,還是不敢跟我打? 你聽著 我爹不會跟你這麼沒禮貌的敗家仔打 你… 我什麼? 人家說黃麒英十年前因為不知道什麼事 忽然離開了佛山 算我說他一定是怕不夠人打 所以才走下去 說什麼? 說什麼廣東十虎 只剩下屬頭龜,無膽肥女 跟你說吧,你不要侮辱我爹 我是要侮辱你爹,怎麼辦? 屬頭互龜,無膽肥女… 你別再侮辱我爹 膽敢出手 算了,寬仇 沒事吧?沒事吧?沒事吧,沒事吧 快點道歉 不好意思 糟了,我不是要打架嗎? 你不說,我們不說,你爹人會知道的 爹 邱夫 你們在這裡嗎? 早點開飯,我肚子餓 我…我知道了 幸好是貝姨 Extension 公飛四方 無巨遠無案 人公我黨 堂我的血糖 那不四方 誰及我坦蕩 人手我創 似赤手破浪 合拍心我为人 毫无心意众生